一场名为了不起的他们全球精英女性颁奖典礼在南加州帕萨迪纳市拉开帷幕 本次颁奖典礼由来自中国的影响力女性社群Grow Up主办 旨在表彰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优异成绩 拥有知名影响力 彰显女性的榜样 女性实现独立的价值和有突出贡献的精英女性 出席当天颁奖典礼的有前洛杉矶郡郡长迈克·安东诺维奇 一些夫人胡卫林与圣玛丽诺副市长Gretchen Rumi等200多位嘉宾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这个活动 这个表彰 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她们的事迹 然后想鼓舞更多的女性去实现梦想 去创业 然后去选择她们可以去独立的道路 本次获奖的杰出女性代表包括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郭颂 金慧峰投资董事长周立霞 吃货小分队创始人兼CEO段芳琪等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努力打破性别刻板的印象 为推动性别平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就是得到这个奖会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包括说就是像吃货小分队 那我们在北美算是一个最大的美食平台 我们服务了近百万的华人群体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通过食物这么简单的一个载体去把大家连在一块 Grow up对来自亚太地区 美洲 欧洲 全球范围内近千名精英女性进行严格的甄选 在评选出获奖者后 将会对其进行课程培训 教授他们如何利用优势进行创新 创造自己的事业 如何获取优质的人脉 如何迅速地结识精英阶层 以及在社交场合上如何沟通等 凤凰卫视 十一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